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开箱一个 钓具啊 我的鱼竿 4米5的 行营的 行营钓具 然后4米5的 咱们今天来试一下这个鱼竿怎么样啊 这鱼竿好像是挺贵的 价值680块钱吧 一个鱼竿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么贵的鱼竿 咱们打开看一下 鱼竿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劲力 平行劲劲 然后 竿的长度大概有一米 应该有一米 然后它的重量好像就 110克左右 然后钓是28钓之类的吧 然后咱们看一下它的竿这样 干贴 然后我对比一下我的两个鱼竿吧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极硬的黑松的鱼竿 这个好像是19钓的 这个大概是28钓的 因为这个还是有点垂感的 这个 我这个之前的鱼竿太重了 然后钓黑松用的 这个鱼竿基本上就是偏28钓的 然后今天咱们就用这个鱼竿来试一下它的竿子啊 抽影啊 抽影是麦粒 两个一起用 一个用抽影一个用麦粒 用的5号钩 5号钩 5号钩钓鱼啊 给大家看一眼啊 是挂了一个麦粒一个抽影 我把它试一下 看有没有口啊 走 哇 看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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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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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 怎么样 第一条啊 刚才它可以感觉挺轻的 下面是麦粒